冷靜 冷靜 大家好,又是我裝備L 今天收到客人通知 說那裏突然間用電停了 幸好阿叔我都為眼色新丁 回來啦 呵呵 你就看到這裡 在右邊這個位置發生了怎樣最適унк 給大家幾秒時間一點 ros花 首先我第一件事要留意到 右上邊的那幾根一顆全部都是 none 無意外便被攪有太厲害 蓋上他的用路輛負荷 導致電線發熱,或者發熱 下面的砲掌數字把都變黑 很明顯應該是燒過來了 我嘗試畫一幅圖給大家聽 首先是150A的來電 然後貼了一個給32A的MCB總掣 另外一邊貼了一個給63A的MCB總掣 貼過去的時候中間沒有隔離掣 用了三個炮掌作為一個分隔 剛才大家都看到了 它兩條電線已經燒溶了 炮掌也燒焦了 所以為何63A那邊沒有電 就是這樣了 說完一大輪 它買東西要做的 今次的目標就是 將它本身63A的電 換成100A 就算是拿電拿得多 也不會再發生這個問題 中間再加一個隔離器 到時候如果裡面有什麼要做 都不用關鍵的麻煩 首先在舊的電箱開個洞給它 看到老鼠拉龜在下面 這樣燒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索軌繩把它拆下來 慢慢在地上慢慢湯 這樣更漂亮 完成之後就要安裝這個隔離器上去 這次用這個C來得100A 貴的東西 跟手記錄好位置 轉孔就可以開始安裝了 然後把隔離器上去 攪拌完之後 就把箱子拆掉 準備好 就把它裝上去 因為加大了A數 本身舊底是用10mm線的 我們現在用35mm的孖膠線 現在就做好線 沾好線頭才進去 那就會舒服一點 然後把它補充出來 段階度補充的 dwars 用50分的 好器 轉完排 剛剛操作 然後攪拌 看起來 3個 情形地 有分別的 放置 好 做好 之後就要打總掣準備拉扇 現在已經是凌晨的1點 沒辦法 一開東西都要熬 因為明天他們就沒有電容了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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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沒有 好 就沾好線了,試好有電 現在蓋好Fuse箱 收拾好淋滑 剪好索帶就下班了 再帶多次頭盔 今次的影片跟平時有點不同 一定要有專業資格才可以做 不要自己亂來自己試 照舊啦 有什麼問隨便問 懂得答一定答 多謝收看